無人機緩緩升空 大秀特技 讓台下貴賓大開眼界 請接牌 從右科大 無人機產業創新基地正式接牌 邀請了產官學界一起見證 因為烏窩戰爭 無人機成為現在的主流 學校在現在也完成了 河湖民航級無人機烤照的場地 可以提供我們基隆市民 原地烤照 原地訓練的一個場所 今天成立這個基地的目的 是在參與政府 在推動無人機產業 的創新升級 結合產官學 來研究發展訓練 無人機的所需要的產業人才 在校園內設置一座符合民航局 標準考照無人機練習場 包括中部民航局副局長 立委蔡新及基隆市政府 官銷處長 懲罰處長 都應邀出席 從佑科大表示 未來將投入基隆無人機 產業的培育及開發技術 我們無人機的推展 目前整個產業發展 是我們整個政府正在推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當然很樂見 就是各縣市政府能夠主動積極來推動 這無人機的產業發展 包含設立這種無人機的課程 人才培訓跟這個基地 那當然基隆是這一次 第一次提出來 而且由學校來再辦理這種的一個訓練 我們非常樂見其成 而且會給予協助 北部地區多雨潮濕山坡地的地形 其實跟南部是不大一樣的 那因為這樣的基隆的特殊地形 以及還有東北季風的特殊地形 我們發展的無人機的 這樣的一個產學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整個的需求 或者環境的差異 環境的參數 事實上是跟南部不同的 那透過重用引營科技大學 這樣的一個產學中心的創立 我想今天基隆市有很多相關的單位 像我們的消防區 產業發展處也都會來到現場 代表了說我們未來 中央跟地方會合作 繼續來推動無人機的發展 不僅僅是培訓專業的人才 同時成立一個新創的基地 而這個新創基地 未來就是一個培育人才 跟能夠考證照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樂觀 這樣的一個發展跟成果 我們也希望越來越多的 這樣的一個人 在基隆能夠透過無人機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看整個基隆更全貌 然後更漂亮的一個海洋城市 無人機的應用上面 市政府有很多需要協助的地方 例如說像最近天雨 那有很多的這個土石滑落的情形 那我們就需要無人機這樣子的設備 來做勘災或者是相關災損的評估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說這樣的產業 那透過崇佑無人機基地的發展 在基隆能夠落筆深耕 過去北台灣沒有一個標準 無人機考照練習場 讓不少考生相當不方便 而本身有無人機隊的基隆市消防局 特別派人前來觀摩 未來將透過產學合作 加強和學術單位技術交流 我想我們消防局目前的無人機 我們有17架 包括熱影像 包括那個投擲 廣播等等無人機 那可能在我們除佑這邊 很多的飛機 它是更廣域的 它是軍用的 比較大型的一個無人機 那在應用上面 也會有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想 這個是教學香腸 那我們兩個單位可以互相來結合 然後對於我們北台灣地區 基隆地區 甚至全台灣地區的 對這個飛行有經驗 或是有興趣的一個在地朋友 都可以創造更優質的一個能量 從小科大過去在無人機教育訓練方面 有豐富的教育經驗 兩年前開始已經累積訓練 及輔導一千兩百多人 若能夠成功向民航局 申請成為正式的考場 江可嘉惠金融市民在地考試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至少 中文15個